第七題 你認為越是簡潔的東西 反而更能吸引你的注意力嗎? 簡潔的東西 你是吃什麼東西啊? 大家好 我是紅頭男 你是正常人嗎? 今天我們要來做一個測試 叫做 你的正常指數是多少 有沒有被身邊的蛇精病 What the fuck is the蛇精病? 嗯 地精語言 來測測吧 看你是否還是正常人 單選每題第一個選項加1分 第二個選項加0分 第三個選項加2分 記下你的每題選項 最後算出總分 對照結果看解析 你相信跟好人學好人這句話嗎? 跟好人學好人 跟好人學好人 他的意思是說跟一個好人 把他當作榜樣 跟他學習嗎? 我的國文老師要哭了 我覺得是還好 所以說目前是加0分 你認為通常情況下一個人付出越多得到越多嗎? 要怎麼講啊?就是要看事情啊我覺得要看事情 你看我現在這個你們現在在看的這個影片 我可能光剪這個影片可能就要剪 就要剪差不多將近要7個小時 可能一個人啊 因為我的技術沒辦法說到很快 因為我花了7-8個小時剪這個影片嘛 然後 對 光看 很少的跟什麼一樣 以我來講的話 我是 我會選不是 所以說目前是加1分了 第三題 你無法做到連續 4個小時 一直上網嗎? 所以說我 我選不是就是代表說 我可以做到4個小時一直上網 所以說我是不是 對我選不是 我可以啊 應該有人可以吧 第四題 你喜歡和比自己年輕的人混在一起嗎? 嘖 不好吧 唉 不行不行不行 真的不行啊 所以說我不喜歡 好 加2分 所以說我目前幾分 我目前是4分 喔嘿你好 我是在後製的紅頭男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那時候會搞錯分數 所以 可能在你眼前的這個人是 是 呃 對 呃 欸 欸 對 欸 大帥哥 欸 咳 咳 咳 好 好 影片繼續進行 第五題 你常會更換自己的微信朋友圈簽名嗎? 我又沒在用微信 不過我有在用QQ 簽名的話 我是 我是會換 一陣子會換 可是不會常常換 所以應該是還好 加0分 第六題 你認為週末應該在哪裡度過? 加 這個無庸置疑啊 我本身比較喜歡 待在家裡 待在家裡比較舒服 哇 要不然 要不然 我怎麼會坐在這邊 然後跟你們 跟著鏡頭 跟你們在那邊 啊 講幹話 呃 所以說我目前是5分 第七題 你認為越是簡潔的東西 反而更能吸引你的注意力嗎? 簡潔的東西 你是吃什麼東西啊 有一些東西越樸素是越好啦 嘖 應該是能吧 像那個乾淨的房子 雖然我的房間也沒有多乾淨 所以說應該是 是的 所以說加幾分 欸我目前 我目前幾分 啊5分5分 太離譜了 真的太離譜了 第八個問題 死黨欺騙了你 你還會再信任他嗎? 應該是不確定吧 第九題 你在網上的性格和現實中完全相反嗎? 欸 其實是差不多吧 對不對 你去看 你們去看留言啊 我都有回覆 GOOD GOOD 應該是中間的 喔加1分 所以說我現在是7分 第十題 在事業方面 你喜歡挑戰新任務嗎? 不過就一些事情來講 現在課業啦 或者是怎樣的方面 應該 應該是還好啦 就是說一樣 7分 測驗結束了 愛心 啾咪 結果分析來了 我是7分嘛 對不對 分數小於 或等於5 正常指數90 你很遵守 生活的規律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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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數大於5 或等於10 正常指數60 喔 幾個邊緣耶 大部分時候你是一個 踏實穩重的人 偶爾你也會發發瘋 傻傻夜 雖然看到別人能經歷不平凡的一生 分數大於10 小於 或等於15 正常指數30% 哇 已經快起笑了 你一回合一個想法 今天覺得這事真好玩 就玩一回合 明天覺得這事好玩 又嘗試一遍 分數大於15 小於 或等於20 正常指數10% 喔喔喔喔喔 你幾乎可以算是一個不正常的人 也許有人說你是同性未名的老頑童 有人又說你是生活藝術家 你也 你也會立刻就掉轉頭 去追求其他東西 嗯... 其實也是因為有那麼多種人 才會造就現在的社會 所以造就了現在社會的多樣化 我是60%正常指數啦 啊 你們是多少呢 在下面留言 喔 告訴我 喔我也 我會給你愛心的 啾咪 耶 耶